这是一月最纯爱的后宫新番 男主的青梅兼恋人是位来自异世界的公主 在成年后奉命回异世界和王子结婚 于是男主就化身勇士为爱冲锋 跟着青梅回到了异世界 并敢在青梅与王子结婚之前成功抢婚 牛逼 而故事还要从男主儿时在山上抓虫子时说起 就在他即将抓到稀有独角先时 一道亮光突然从他身后亮起 男主吓得直接从树上摔了下去 接着等他感到亮光处时 两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男主还以为他们是外星人 然而女孩却告诉男主他是一位公主 名叫基因 并让男主忘掉他所看到的事情 而作为交换他可以成为男主的朋友 望着女孩那俏丽的脸庞 男主只觉得他的话似乎有着某种魔力 很快十年过去 男主和基尼也已经升入高中 而基尼也和爷爷住在了男主隔壁 每天早上都会帮男主做好早餐 然后叫男主起床 但那天发生的事情男主已经不记得 只知道基尼是在十年前搬过来的 虽然基尼也总是把公主的身份挂在嘴上 但男主却并不奇怪 毕竟每个女孩都曾幻想自己是个公主 可就在这时基尼却看着男主发起了呆 牛逼吃完饭后 男主和基尼再给爷爷打了招呼后 便一起上学去了 路上男主看着基尼脖子上的戒指 不然回想起了基尼儿时的话 这是基尼也注意到了男主的目光 于是便告诉男主 自己当时只是开个玩笑 这戒指可不会给他 男主想想也是 毕竟那只是小时候的事情 而在学校里 基尤也都十分羡慕男主 有个这么漂亮的青梅竹马 眼看男主这么不争气 基尤也是恨铁不成钢 警告男主他们关系不可能永远这么好 毕竟明天就要高中毕业了 这是基尼给男主发来短信 想约男主晚上一起去逛庙会 到了晚上 基尼也早早换上和服等着男主 基尼也没想到 男主今天居然这么直白 于是赶忙心虚地转过了头 接着两人在逛庙会时 基尼突然说他小时候 在逛庙会时经常迷路 所以男主一直都是拉着他的手的 虽然男主也听出他这是在暗示自己 但他现在却已经没那个养性 这是基尼目光 被一堆可爱的烤肠蜥蜴 而男主也果断给他买了一堆 看着基尼心满意足的样子 男主也回想起了基尤的话 就在他准备告白时 基尼又被气腔摊位上的一个娃娃吸引住了 于是男主果断让老板给自己来一发 牛逼这都能打中 逛完庙会之后 两人又一起来到了山顶 男主眼看气氛不错 也决定此时向基尼告白 然而他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烟花声给打断了 无奈男主只好暂时放弃 和基尼一起欣赏起了烟花 然而这时基尼却开口了 牛逼接着基尼告诉男主 他要去的地方很远 所以两人以后可能永远都见不到 而且明天就会出发 男主本想说些什么可最终 还是没有开口 到了晚上 男主躺在床上伤神时 窗外突然亮了起来 看着不远处那熟悉的光芒 男主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于是赶忙朝那里赶了过去 而基尼也早就猜到男主会回想起来 正在传送阵外等着男主 接着他告诉男主自己要回去结婚了 因为身为公主这是他的使命 说完便朝传送阵里走了过去 而不舍得男主也赶忙追了过去 但基尼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光芒之中 男主犹豫片刻之后 果断朝传送阵中冲了过去 而男主过来之后 直接就到了教堂 而且婚礼也已经进行到了交换戒指的阶段 这是一只怪物冲进了教堂 男主直接就懵了 而怪物正是冲着基尼来的 原来他脖子上的戒指 名为光之介 在结婚之后可以赐予男性光之力量 使其成为指环王 而这些怪物就为了阻止指环王诞生 一直都在追杀基尼 所以基尼的爷爷才会把基尼藏到另一个世界 等到可以结婚的年龄才带他回来 可没想到怪物竟然在这时出现了 说话间爷爷就被怪物给打飞了 爷爷自知不是怪物的对手 于是赶忙让基尼为王子戴上戒指 眼看一个是第一次见面的未婚服 一个是相识多年的青梅竹马 基尼果断就选择了男主 然而砍死怪物之后 男主却虚拖地直接晕了过去 等男主再次醒来时 两人就已经到了婚房 而如今两人也算是夫妻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规矩就是 戴上戒指就是勇者 做了契约之吻就是夫妻 而对于两人的婚事 王子也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结婚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不论是男主还是他 只要有勇者出现就行 接着老灯带着男主和精英 向全国子民宣布了新界王的诞生 牛逼然而到了晚上 怪物却再次出现了 想要再见王还没成长起来时 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而男主也是个真男人 主动拿起武器承担起了责任 老灯也向男主做了说明 表示光之戒还叫做破血之戒 可以为男主拿到的所有东西 附上驱魔之光 就算男主拿根树枝 也能变成能足以打倒一切深渊魔物的最强王 男人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 只需要戴上传说中的戒指 就可以成为指环王 为此背负上拯救世界的使命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还有四位妹子在等着他去拯救 可如今却面临被魔物入侵的窘境 男主非常疑惑 之前稍微发力就晕倒过去 这次连续消灭三只魔物 不仅屁是没有 还感觉全身充满力量 究其原因是女主刚才献上的吻 而她的能力是根据夫妻之间的情谊决定 爷爷让男主先别得意 以她现在的力量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但无需担心她会在一旁打辅助 突然一股强风吹来 更强大的魔物随之出现 爷爷认出那就是深渊王的启示 刚想要让男主停手 只见男主举起武器冲了上去 误出意外仅是一招就将男主打飞 多亏戒指的能力只受到轻微伤害 眼看事太不妙 爷爷给出的建议是走为上策 还没跑出多远身后的魔物就追了上来 显然是畏惧指环王的力量 为此想要将男主扼杀在摇篮之中 爷爷使用魔法拦截给男主创造逃跑机会 转过头才发现独眼怪已经等候多时 男人介绍自己是邻国的二皇子 告知男主王都已经被魔物入侵 他们的目标就是男主和他手上的戒指 想要除掉他就必须拥有光之剑 现如今男主的实力远远不够 因此需要集齐另外四枚戒指 这一刻男主大脑直接当机 也就是说必须和其他四位公主结婚 才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指环王 虽然男主可以收获快乐 但小姬听后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在正式启程之前 爷爷说明男主身上需要完成的使命 很久之前深渊王企图将世界毁灭 因此许多国家在此之间消失 指环王为了拯救世界 创造了五枚注入五行力量的戒指 在经历长时间的死斗 终于将深渊王干掉并且封印 后来戒指被后宫团分别带回自己的国家世代传承 也就是说男主必须走一遍前任指环王的路 回到房间内小姬虽然心有不甘 但拯救世界是男主如今的使命 声称他们的婚姻只是走个行事 突然男主感觉身上传来一股巨痛 当小姬脱下男主的衣服 见到后背早已大面积受损 将一切责任拦在自己身上 当时就不该脑袋一热选择男主 难以原谅自己便跑出屋外 等男主追上去却不见踪影 正巧遇到在一旁散心的二皇子 他清除指环王和公主背负的使命 无论谁来了都无法承受 并向男主表示感谢 如果不是他勇敢追求真爱 可能现在发愁的就是他了 而且对男主这种人非常敬佩 为了真爱而放弃原本的生活 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办到的 随后在河边找到女主 此刻男主终于鼓起勇气大声告白 可以想起男主会成为指环王 就必须迎娶其他公主 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为了身上背负的使命 还是下定决心做出改变 已经不在乎这种形式婚姻 而是成为真正夫妻完成使命 随后来到下个王都风之国 不晓得这个国家的精灵公主为人如何 紧接着看到公主在王座后面畏畏缩缩 似乎对他们充满戒心的样子 本以为是个性格胆怯的公主 却没想到下一秒直接口出狂言 这两个 diy 一応 分 当一根筋的男主遇上 魅控大舅哥会发生什么 而且这颗大白菜还是一个射恐精灵 无男寡女共处一世 他能吐男主一身 然后就顺理成章坦诚相待 男主为爱莫名成为拯救世界的希望 上来没有丝毫铺垫就说自己是戒王 言外之意就是要拱拥有风之戒继承权的精灵公主 不仅吓得精灵公主落荒而逃 更是被大舅哥送进牢房 只因精灵大舅哥是个十足的媚控 他妹妹才54岁 怎么可能让一个莫名出现的戒王就给滚了 至少得再等个80年 等他妹妹再长大一些 男主听到这话人都傻了 80年后他都成河了 可认他如何挣扎都没用 大舅哥根本不听 非要关他80年不可 至于什么深渊之王 他才不在乎 只要外面的风暴屏障还在 精灵国就不会被攻破 就这样 男主被整整关了三天三夜 就在他饿得不行时 一个精灵长老现身牢房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成为戒王是为了获得强大的力量拯救世界 还是为了将五位公主收入后宫 男主虽不知他是敌是远 但还是说出自己成为戒王只为小机翼人 也是为爱追到这个世界的原因 他的回答让精灵长老很是意外 同时也十分欣赏男主的耿直 于是他打开了牢房里的秘密通道 这条密道直通精灵神殿 而风之戒就在神殿石像的手上 精灵长老想让他去取 可这时却有一团东西正在朝石像靠近 俩人只能先躲起来静观其变 只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那团东西竟藏着精灵公主 看着现身后闪闪发亮的精灵公主 男主的眼睛都直了 这未来老婆也太漂亮了 而精灵公主来此的目的是向石像祈祷 说明前几天星界王到来的情况 他在犹豫要不要协助星界王 听到他对石像的称呼 以及精灵长老的解释 男主才知原来这两尊石像是自己的岳父岳母 他们以身化石 利用风之戒的力量造就如今精灵国外围的风暴屏障 为的就是守护精灵国不受外界侵扰 男主一时被惊到了 不自觉发出惊呼之声 结果就被精灵公主给发现了 精灵公主作为一个家里敦 别说与陌生人交流了 见到男主这个上来就要占有自己的星界王 他二话不说直接晕倒 好在男主手机眼快 精灵公主这才没有直接摔落地面 精灵长老对此也是十分无奈 听到有卫兵发现这里的动静 他赶忙带着男主去往自己的房间避难 大舅哥得知自家妹妹莫名失踪 立马派人寻找的同时 他来到关押男主的牢房 不出所料 男主果然不见了 就在他准备大发雷霆时 精灵长老又出来添了一桶油 说他妹妹与男主两情相跃私奔了 大舅哥自然不信 妹妹设恐他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和男主这个陌生人私奔 智商上线的他 很快就想到肯定是被精灵长老藏了起来 他立马带人前往精灵长老的住处搜查 与此同时 看着还在昏迷的精灵公主 男主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想到精灵长老让自己拿下他的话 男主立马晃头让自己清醒过来 而也就在这时 精灵公主醒了过来 在看到男主这个意解来的陌生人后 设恐的他当即就吐了出来 然后俩人顺理成章坦诚相待 而且精灵公主也不再排斥男主 甚至是主动了解男主原来的世界 在他的想象里 另一个世界是充满魔物与危险的 可男主却告诉他那个世界很和平 更是没有他想象的那些种族 而这也勾起了他的好奇 从他懂事开始 就没有怎么出过房间 对外面的认知也都是从书籍里看来的 虽然他还有些惧怕男主 但也希望他有一天能带自己出去 见见外面的世界 男主在大宝掩服后也没有拒绝 而也就在这时 大舅哥的声音在外响起 于是俩人赶紧穿好衣服出门 看到精灵公主躲在男主身后 不仅小鸡酸了 大舅哥直接怒了 不管妹妹如何解释男主不是坏人 大舅哥就是不幸 难道你忘了与父母之间的约定吗 听到这话的精灵公主不再多说 只能走回哥哥的身边 男主见此也没有阻碍 大舅哥本想将他这只猪扼杀在菜园外 却遭到精灵长老的制止 好歹男主也是拯救世界的界王 精灵国不协助就算了 也没资格对他这样 无奈的大舅哥能怎么办 只能警告男主不要再靠近自己的妹妹 然后带着妹妹信信离去 事后男主等人才从精灵长老口中得知一切的原理 原来精灵国曾经还有一个大公主 本是继承风之界的首选之人 但偏偏喜欢上一个外来的人类 结果不出意外遭到所有精灵的反对 之后那个人类男人就消失了 从那之后就流传出两种可能 一是被赶走了 二是被杀害了 不管是哪一种结局 精灵大公主都无法接受 悲痛欲绝的他留下这样一个诅咒 让精灵国被深渊吞噬白 让封界公主断绝传承吧 而由于精灵几乎没有大限 很多精灵族人担心诅咒的应验而搬离这里 设为继承风之界 也就是现在精灵公主的父母 他们也怕女儿遭受无望之灾 这才牺牲自己在精灵国外围弄了一层天然风暴 这也是精灵公主变成射恐的原因 所以男主想要攻略她难度很大 Nephrytis Elfに寿命はないけれど 心が止まってしまうと 体も止まってしまうの どうしてお母様の心が止まるの いいですか 決してこの国から出てはいけませんよ 約束です さようなら 愛しい子 お母様 男主为了能够击败深渊王 决定迎娶58岁的精灵公主小思 可没想到 对方是个射恐 见男主第一面 就吓晕了过去 这让男主内心深受打击 而恰好贤者老头也提议 先放弃风之剑 因为深渊王的大军正在逼近 目前男主连深渊骑士都打不过 所以 尽早获取其他戒指 才是重工之重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先行离开风之国 就在他们正准备通过树洞时 天空中出现了大量魔物 而进攻的方向 正是风之国的王宫 男主当即决定前去救援 当他们赶到风之神殿时 王子已经被深渊骑士干翻在地 为了曝光之国的一箭之仇 感觉自己又行了的男主 掏出武器 直接向深渊骑士冲了过去 结果依然无法近身 就被轰了回去 看着男主一次次被干翻在地 小姬终于意识到 仅是自己的力量 根本无法帮助男主 于是跑向了精灵公主小思的房间 而此时的小思 正窝在房间内 缅怀自己的母亲 任小姬如何拍门都不会理 另一边精灵长老也加入了战斗 准备为小姬劝 争取更多的时间 可任由小姬如何述说对方 都不为所动 没办法的 她只能无力地请求对方 画面一转 神殿内五打一 依然没有占到便宜 这时 小姬和小思 拿着大铁锤赶到 两人合力抡起大铁锤 直接将精灵王夫妻的石像砸碎 风之戒也掉落在地上 相应的风之国外的风暴 也随之消散 小思捡起地上的风之戒 直接扑倒了男主的怀里 男主也在这一刻 得到了风之公主的认可 虽然这一幕 让魅控王子恨得哑哑哑 但此时更危机的 失去屏障后 魔王大军会大举侵入 大丈夫です 佐藤様の光の指輪と 風の指輪があれば 牛逼 男主也趁着深渊奇事受伤的机会 拿着剑再次冲了上去 与此同时 能够遇封的他 也不再害怕对方的攻击 一箭刺中了深渊奇事的脑袋 而用力过猛的男主 再次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 映入眼帘是守在身边的两个公主 手上的两枚戒指告诉他 刚才并不是梦 就在男主 还处在猛逼状态时 一个精灵走了出来 并且代表风之国 向男主表示感谢 而他正是前任 精灵王后的姐姐 正是为了爱人 抛弃国家的长公主 这时精灵长老 讲述了男主昏迷后的事情 原来深渊奇事面具 在被男主击毁后 露出长公主的样貌 说这又将一枚黑色的风之剑 扔给了男主 这正是深渊王操控他的工具 此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这时 长公主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离开风之国后 怀着对这个世界的仇恨 在一处阴暗的山洞中 被深渊王所蛊惑 最终化身成为了深渊奇事 而他们对深渊王的了解 仅限于他与上一代戒王对战 失去了肉身 被封印在遥远的北地 但深渊的魔物 仍然在不断地攻击人类 并且还有创造深渊奇事的戒指 深渊王的威胁性 已经超乎想象 为了早点消灭深渊王 男主起身快点收集所有戒指 可惜男主现在虚得不行 如果不是身体好 还有两个公主细心照顾 早就精进人王了 这时 小四告诉男主 王宫里有一处泉水 有恢复力量的能力 可以让他快速恢复 于是 三人一起来到了温泉池 资深钢铁软男的男主 依然十分淡定 新加入的小四向小姬请教 如何才能成为 男主合格的妻子 而就在这时 大奶牛精灵长老 也加入了进来 气氛也越来越不受控制 于是男主也硬气了一次 次日男主团 再次踏上了娶公主的旅程 精灵公主小思也加入其中 而长公主也了解到 当年抛弃她的旅行者 正是贤者老头 见过祖村梦的 但是没有见过 做这个类型的 牛逼 在精灵公主灭福成功组备后 左藤们向着下一个国家出发 但是在左藤没有发现的地方 小姬只好像情绪不对 原来是家里顿的 灭福入队后 左藤对她过分的关心 以至于在梦境中 都出现了那样的怒目 看见小姬醒后 大贤者开始规划 接下来的旅程 就在决定好 前往龙人的国家时 远处传来的 轰隆声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到了噪声处 大贤者一脸兴奋 原来这就是 五大国家之一的火之国 于是他们决定 暂缓前往水之国 登上了火之国的城堡 在城堡上 看着格式各样的伤痛 只能说 无愧是移动的伤痛 就在左藤 被面前的景色吸引时 却不想 身边的两人却消失了 原来是从没出过门的涅服 被眼前的景色迷了眼睛 直接抓起身边的人就跑 却不想 正好抓到了小姬 想着前面的梦 小姬现在 面对她时有点尴尬 但是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与左藤会合 通过询问路人 他们了解到 在这个国家 要是想要找人 直接前往斗技场就行 在斗技场前 左藤与小姬成功回合 在这里 他们也见到了 火之国的公子 但是没想到的是 公主现在正在决战 敌武招亲 在明晚 只要战胜公主 就可以获得戒指时候 面对左藤的特训 就此展开了 看着左藤这几天 训练的辛苦 小姬不禁生出了 让让左藤放弃了想法 但貌似小姬的挺球 左藤好像没有收到 接着和大贤者 展开了训练 训练结束的修议 左藤和王子 来到了浴室 看着猫人小姐姐的服务 左藤也想来上一份 结果就是 就在左藤想着 怎样摆脱 这个局面时 猫人公主走了进来 并指明让左藤来给他撮废 原来公主 是想借着这个方法 与左藤聊了 经过公主的解释 原来他在这个国家 早已成为最强 李武招亲 只是想要求一败 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 作为戒指公主的责任 于是他打算 与左藤演一场戏 但是事情真的会 像公主说的那样顺利 能让一个战斗狂 改变态度的事 究竟会是什么呢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败还 在严肃的竞技场上 究竟是什么状况 才会让女主角 出这样的话 让我们拉动时间线往回看 在某个对公主特训的早晨 左藤从床上起来 却不想身边长出了一只毛毛虫 只不是别人 正是精灵公主聂福 面对聂福美色的诱 左藤在借王责任的驱使下 还是起身继续训练 在王子们的强力教学下 左藤的剑术长得飞快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左藤与公主对战的时间到了 场上的气氛十分的焦灼 就买比赛即将开始时 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闯了进来 看着形态诡异的骑士 公主一剑挥出 将骑士的头盔打掉 头盔下的露出的不是人脸 而是一张熟悉的面具 剑被识破 面具人也就不装了 周身冒起了炙热的火焰 公主拿上宝剑挥去 非但没有破了房 自己剑却被融化了 接在这个空档 左藤靠到面具怪人身前 准备借用戒指的力量 吹熄火焰 但还是被发现 然后被击飞 看这面前的怪人 公主与左藤陷入了危机 但是下一秒 左藤给出了对策 公主听后表示了同意 于是计划准备开始实施 面对强大的公主 面具人也必须全力应战 注意力全被他吸引 而没了面具人关注的左藤 再一次的使用了风之剑 这一次成功的将火焰吹灭 没有了火焰的保护 公主一击之下 面具人就被打飞 不出意外 爆出了魔王制作的戒指 这个装备 经过刚才的配合 公主已经认同了左藤 但是就在这时 左藤却向公主 发出了对战请求 这次不是为了别的 正是为了 比赛再次重开 在左藤眼中 本来快如闪电的公主 速度一下子慢了下来 就在左藤还在为了 这个场景惊喜时 一个声音从戒指中传来 声音告诉左藤 只要听他的指挥 再挥剑 就能打到公主 事实也却如声音说的那样 在他的指挥下 左藤顺利地打到了公主 公主于是按照约定 与左藤缔结了契约 晚上本应与小姬 对线诺言的左藤 由于白天劳累 直接晕了过去 夜晚就这样度过 第二天的晚上 为了庆祝公主的结婚 火之国举办了盛大的仪式 仪式上 小姬一杯果汁 下肚晕了过去 送小姬回到房间的左藤 听到小姬为了弥补昨天的事 决定满足他的一个愿望 左藤好不犹豫地提出了 就在剧情向着奇怪的方向发展时 猫人公主冲了出来 在猫薄荷的作用下 呼向了左藤 而为了保护左藤的童真 小姬们于是决定 真是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与妻子们走在一起的清纯南高 竟然当街被人抢了 并且强吻的人还不是一般人 竟然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与这个国家的公主接吻 也就意味着 左藤与公主的正式契约 成为了公主的丈夫 看着一脸猛逼的左藤 公主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请求她拯救自己的国家 然而就在左藤正准备详细询问时 一个男人的出现 却打断了这场对话 公主见此只好将左藤众人带往王宫 再做解释 来到王宫 却见到王位上坐着一位无客 身边还站着好几个人 刚才的那人也在其中 左藤回忆起来的路上 公主的介绍 明白这个男人就是帝国的大王子 而这个国家 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帝国控制 而他之所以要强吻 就是想要借此来请求左藤帮助他 恢复国家的秩序 就在国王发完风离去后 一位少女出现在众人面前 不看不知道这位少女的整相 竟然与先前的公主一模一样 没错 这个国家的公主是双胞胎 本来在姐姐的介绍下 妹妹与左藤之间的交流 很是愉快 但是在帝国二王子出现了 立即就变了脸色 并跑了出去 之后大公主解释道 作为与魔王战斗的第一线 帝国皇帝 一直都想将水之国纳入志向 于是就派出了二王子作为间谍 来帮助国家实现计划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二王子竟然与妹妹坠入爱国 因此不愿意帮助帝国实施计划 震怒的皇帝于是将他照顾 之后就将其派往了光之国 之后的事情就如现在的发展一样 但是要说到公主为何会生起 则是因为受命成为戒王的王子 请求二公主成为婚戒公主 这样两人就能在一起了 但是二王子却放弃成为戒王 让原本能在一起的两人 有缘没有了机会 夜幕降临 在反派专属暗示中 国王身边的女人发出命 收到命令的杀手本打算趁着 夜晚安睡时动手 猫人公主不愧是最强战主 帮帮两下就解决了杀手 却不想杀手根本没有晕过去 放出烟雾弹跑走了 第二天中午 吃完午饭的众人 在公主的带领下 向着某处前进 至于目的地在哪里 当然是六七级必带的泳装回来 游玩结束后的佐藤 在泳池边再次遇到了二王子 并质问他 为什么将戒王让给自己 王子解释说 看到小鸡时 他想到了二公主 这使得他无法下手 听到王子的话 佐藤也陷入了沉思 夜晚的王宫 二王子不知走向哪里 却不想 国王身边的占卜师 带来了皇帝的命令 让他抢夺戒指 至于关键的计划 也已经为其准备好了 是什么让男主在原队对战时 放下手里的剑 放下手里的剑 说出了这样的话 难道是佐藤终于在一众后宫的诱惑下 扭曲了性品了吗 一切的一切 还是要从那个夜晚说起 听到预言家的命 王子一脸震惊 并且想要拒绝 却不知道为何身体被控制不能动 只能看见 这个女人将一把诡异的剑 递给了二王子 接过剑后 这个女人就这样离开了 再次睁眼 二王子发现 已经走伤了 也许是昨天晚上的原因 二王子想起来 皇帝过去对自己的评价 走过了长廊 发下二宫的打理 却不想下一秒 就转头跑开了 如此 二王子的情绪 不仅有低了几个 手里剑柄上的宝石 也发出了奇异的光 早上王宫大厅里 大王子就要出发去对抗魔族 将佐藤一行人 留在了城堡里 就在佐藤又开始与老婆们 在光天化日之下秀恩爱时 一只魔物绕过 大王子在城外剑柄草线 冲到了王宫里 大贤者与佐藤等人 于是立刻开始准备作战 却没想到下一秒 二王子却从身后来了一步被刺 大贤者见此情景 出手挡住了魔法少女天敌的进攻 让佐藤专心的先打败二王子 二王子不愧是佐藤的剑术的老师 在不使用戒指的情况下 根本进不了王子的身 于是佐藤选择了使用戒指的力量 正如上次的战斗一样 这次从戒指中也传出了神秘的声音 听到神秘的声音 佐藤知道在王子手上的剑的加持下 他应该早就被KO了 但是现在却毫发无伤地站在这 就说明王子现在不是完全被控制 于是面对王子的下一招 佐藤直接放弃了防御 用身体接了下来 看着没有下死手的王子 佐藤通过化疗转移了注意力 击碎了剑柄上的宝石 恢复了王子的意志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被大贤者阻拦的魔物冲破了束缚 冲向了城堡上的公主们 在猫人公主的保护下 小鸡没事 但是二公主却被抓走 当成了人质 烟臣散尽 国王身边的预言师也露出了身形 并威胁王子除掉戒王 却没想到 这时王子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事 得益于这件事的冲击 佐藤找准机会救下了公主 见到计划彻底失败 预言师也显出了真容 果然就是魔王的收下 就在佐藤还在为现在的局面感到担心时 大公主却站了出来 只见到在借着令人的加持下 公主变成了一只海 只是一口就吞掉了这只魔物 看见魔物也被消灭 预言师立刻施展秘书逃走了 这个国家的危机也终于是坏了 王宫大厅里 摆脱了控制的国王 欢迎着佐藤众人 可惜还是个徒子 恢复了清醒的国王 先是对帝国的援助 表示了感谢 又对这段时间辛苦的女儿 表达了感谢 接下来总算进入了重头信 二王子真是向国王提出了求婚 不是以王子的身份 而是以借王佐藤骑士的身份 看着如此相爱的两人 国王答应了这门婚事 然而王子不知为何 却向佐藤道理歉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佐藤的老婆们 在床上吵成了这样 原来是据大贤者所说 为了更快的恢复 佐藤上次与王子战斗时 所受到的伤害 建议所有的公主 最好随时都与佐藤待在一起 但是没想到的是 原本和谐的重度 却因为睡觉的位置 吵了起来 在被猫人公主扑倒后 佐藤却发现 当下好像变得奇怪起来 就在佐藤准备遵从内心之时 小鸡却突然生气了 看到生气的小鸡 佐藤突然醒了过来 原来刚才的一切 只是一个梦 想到刚才的梦 佐藤强行叫醒了小鸡 并邀请她今天出游 听到可以出去玩 精灵公主非常开心 但是佐藤的计划 好像只有两个人 看着这个情况 猫人公主拉住了涅符 让两人离开 于是 小鸡两人都为着 今天的约会准备了起来 就在小鸡在洗澡时 另一边佐藤 也向大贤者发出了请求 大贤者听到佐藤的请求后 不仅立刻同意了下来 还多给了一部分资金 同时给了一个男人 都懂得笑了 王宫外的街道上 守饰好的两个第一站 来到了这里 由于上次佐藤的奋战 现在水治国的形势 变得好了起来 大家都对于 借王佐藤都抱有感谢 今天见到他 民众的众人都很开心 看到两人的世界被破坏 小鸡没有一点不开心 因为现在的佐藤 才是他最熟悉的佐藤 然而就在两人看不见的地方 有三个小尾巴跟了上去 不是别人 正是三位公主 看着那边亲密约会的两人 几位公主心中 还是有一些的酸楚 饭后的散步时间 佐藤们来到了一个公园 刚走进去 佐藤两人的脸就红了 原来只要情侣在这个地方 亲吻两人 就可以长长久久 但是果不其然 作为日本国公番的男主 佐藤没有办法亲下去 这边的三位公主 听到公园的藏文后 也是直接回去了 然而令三人没想到的是 三人回去的身影 还是被小鸡看见了 玩耍到黄昏后 两人走到了一出小巷 想着今天的上午看到的身影 小鸡向佐藤 做出了这样的请求 那小鸡说出这样的话 佐藤非常想出口反驳 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于是就直接做出了行动 佐藤的这一举动 直接将小鸡搞懵了 看着这样的小鸡 佐藤想起了大闲者的话 准备来一场美妙的夜晚 但是再这么精心下去 就要被封了 于是 小鸡和佐藤的这个夜晚 还是没有过程 之后总算恢复过来的佐藤 与众人一起讨论着之后的行程 听到自己需要 和佐藤一起上路后 大公主坚决不想去 原来不是发什么大小姐脾气 只是单纯的担心自己的妹妹 作为双胞胎妹妹 自然知道姐姐的顾虑 在妹妹的安慰下 大公主也与佐藤们走上了旅途 下一个国家是土之国 但是根据精灵公主的消息来说 现在土之国究竟再不带 都是一个疑问 于是 众人只得看着之中的 最年老的大闲者 想着他 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 就在众人还在思考着 土之国遗迹的山脚下到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让佐藤和后宫们 都回到了现代 更是让加里顿的精灵公主 接触到了网购 原来是距离到达土之国的遗迹 已经过去三天了 但还是没有到达山顶的遗迹 看着已经不耐烦的佐藤 大闲者出声提醒 要是一个不小心 就会变成边上的 女堆上古时期 死在这里的魔窝的普通 于是 爬山的路程还在继续 夜晚到来 想着最近接触到的 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 佐藤找上了大闲者 想请他为自己解惑 了解到 佐藤对于自己当上戒王时 不同人对于自己 有着不同的态度的烦恼 大闲者只能用 世界这么大 总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人来安慰他 看佐藤的表情 也不知道 他究竟听进去了没有 不知道又过去了几天 众人终于是走到了土之国遗迹 看着这宫无一人遗迹 水界公主终于是走不动了 想要休息一下 见此的猫人公主 于是决定背着他走 但是傲娇的公主 怎么会答应呢 二人就这样打闹了下 就在两人打闹的时候 不知是不是错觉 小姬好像感觉到 这荒芜的四周 好像有人盯着他们 带着这样的疑惑 众人向着遗迹的忠心王宫走去 在宽阔的王宫中 趴着一句句 像是尸体的东西 原来过去的矮人 有着十分繁荣的魔岛文明 就连火之国的那辆列车 也是他们制造 然而就在几人还在感叹 矮人过去的繁荣时 原本地上的魔岛傀儡 向着左藤冲去 但是在经历过这段时间 断断的左藤 一箭就将攻击打回去 就在几人还在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 大闲者发现了傀儡上的戒指 没想到魔王竟然连无机物 都可以操控 看着现在对自己的不利局面 傀儡一到土墙 将左藤有后功能分开 被迫一对一的左藤 在面对傀儡精神 和肉体的双重攻击时 有一些招架不住 但是在纯爱战士的加持下 左藤打破了土墙 实力暴涨的左藤 还是一箭就将傀儡产生的土墙 和他自己缠断 就在大家以为这是结束时 没想到的是 傀儡手上的戒指和 大闲者手里的原先收集的戒指 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出现的是 围绕在王宫周围的魔物 看着如此多的魔物 左藤本来想请水界公主变身然后 像上次一样吞掉魔物 但是公主表示 听到这个情况的左藤们 于是只能选择硬钢魔物 然而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的众人 所遇见的是 他们完全无法抵抗魔物大军 看见这个情况 大闲者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通过自己的魔力 将众人传送出去 但是在无数的魔物的干扰下 大闲者根本无法专心打开传送法阵 剑子的二王子于是站了出来 协助大闲者施展魔犯 在二王子的保护下 大闲者终于施法成功 但是 两人却是被留在了这里 视角转向左藤们 通过大闲者的魔法 大家都被传送了现代 回到家的左藤 在休息足够后 就去了小机房间 没想到的是 房间里后宫中文 正在学习着 各种现代的知识 这一定是和谐大神发功了 不然气氛都哄吐到这样 却还是被无情地打断了 原来是在这位少女的帮助下 左藤等人终于可以回去 看到这个金光 隔壁的猫人公主 也带着另外两人冲了进来 但是脸上不带一丝震惊 竟然是在她高超的观察力下 早就察觉到 其他两人在听到可以回去时消息后 也是一脸高兴 于是被大闲者传送过来的众人 终于是可以回去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失去大闲者众人 可以再一次地回到异世间 原来被传送到现代后 众人只能暂时 在这里生活下来 今天左藤和小鸡 就带着三位公主 在服装店 为他们各自置办了一身行头 买完东西的众人 在家庭餐厅里 稍作休息 并讨论了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是失去大闲者后 众人都没有办法打开传送 只能在现代里慢慢等待 于是 就这样几位公主的现代生活 正式开始了 由于只有两间房子 让四位女生挤一间 是不太可能的 于是 与左藤青梅竹马的小鸡 就搬到了她这边 有了私人空间的两人 佐藤很好奇 这些究竟是哪里来的 原来大贤者 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在这边留下来房子和钱 要是小鸡愿意的话 可以一直在这边生活下去 果然最大的Bot是学校 就算是成为勇者的佐藤 回到这边 也逃脱不了上学的命运 在课后 佐藤还是会每天 去他们传送回来的地方查看一下 没想到 小鸡也在这里 原来是来拦住佐藤的 因为 他不想再让佐藤为他而冒险了 只想在这里安全地生活下去 然而就在两人议论之时 旁边的神龙里光芒浮现 一个少女飞了出来 开口就是一个大料 原来这正是守护土戒的公主 任凭众人如何想象都猜不到 土戒公主竟然在这边的世界 原来是在上次的战争之后 预知到会灭毒的矮人们 赤造这个人偶 为他赋予了守护戒指的使命后 传送到这个世界 等待着戒王的降临 但是看着小鸡的神色 佐藤暂时放弃了 接受土之戒指 晚上的饭桌上 佐藤告诉了众人 由于没有做暑假作业 从明天开始 他每天晚上必须要开始补习了 期间 佐藤本想告诉各位公主 有了回去的线索 但是由于小鸡的打岔 还是没有说出来 接下来的生活 陷入了一种瓶颈之中 每位公主都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 几天后下午的学校阳台上 土戒公主又出现在了佐藤身边 看着佐藤的表情 他可以确定 佐藤已经下定了决定 不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各位公主 于是 两人就在这里签下来契约 回到家的佐藤 一进家门 就被扑倒了 原来通过戒指的感知 小鸡知道了 佐藤已经收集齐了所有戒指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本来以为会非常抗击的小鸡 在佐藤深情的表白下 最终还是同意了佐藤的决定 看着眼前这个气氛 就在两人即将走向生命的大和谐时 土戒公主的出现 打断了两人 由于传送的机会只有一次 于是 众人只得急忙地踏上了归途 左腾打开门 看到的是自己那五位 千娇百妹的妻子 在等着自己 并等待着她的选择 不是说 他们是回来挑战魔王的 怎么差点开启引她 原来在土戒公主的帮部下 众人成功地 穿越回了异世界 就是这隧道 还是有点不正经 成功回到异世界 左腾 在推荐公主激光 或是雄光的帮助下 成功在全世尸体的战场中 找到唯一有活人的地方 看着面前的魔王 左腾明白 是自己出场的时候 在众位公主的附魔之下 终于用着和魔王的战斗开始了 不止是不是感受到了魔王的气息 左腾戒指里的神秘声音 又响了起来 原本左手上的全部戒指 都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戒指 在她的加持下 男主的实力 获得了进一步增强 原本就唯一巨大的光剑 变得更加粗壮 那一剑斩了下去 就是强大的魔王 也是半边身子都被泯灭 然而就在几人 还在为打倒魔王 而方夫时 魔王剩下的半身动了起来 只见魔王大手一挥 许多的魔物就被召唤了出来 就算是左腾和几位公主 再怎么努力 最终还是寡不敌众 左腾更是一个不小心 差一点就被魔王的魔力 给撑爆了 幸亏有公主们的营救 还让左腾保下了一条小命 但毕竟是那么重的伤 左腾还是昏了过去 在梦中过的左腾 好像回到了以前 在现代史与小鸡的生活 同时也终于想起了 自己与小鸡的出现 时间流逝 左腾醒了过来 躺在一只大鸟之上 幸运的是 众人都没有受伤 而救下众人不是别人 正是失踪的大贤者 原来上次左腾们传送走之后 大贤者们 陷入了困境 但是之前在风之国里 重逢的大贤者的拼头 竟然跟了上来 并成功的救下了 大贤者的二皇子 只能说 当时的大公主 非话是应该的 看看这样子 不纯纯一个病交吗 回到驻地的众人 终于见到了 之前断后的二皇子 看见大家都没事 左腾都很高兴 确认了大家的情况 大贤者正式宣布了 接下来的祭物 听到计划的各位公主 也是神色各异 其中更是以小鸡最为惊讶 于是夜晚的寝室里 左腾陷入了纠结之中 不止该如何选择 第二天 安定下来的小鸡和左腾 去陵园 向着牺牲的众人鲜花 中途小鸡与左腾 又一次的交起了心 让两人本来就没什么 可以靠近的关系 变得更加近了一步 就在两人的谈话 将近结束时 其他众人冒了出来 这时 大贤者也走了过来 并为小鸡带来了接下来 训练的目标 和相关的老师 一集的完结 让左腾们的旅程 暂时告一段落 让我们第二季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